我們看立體有了 現在有一個管子 如果兩端都開口的話 可以發出840Hz的頻率 這不一定是基頻 如果一端封閉的話 可以發出210Hz的頻率 伸數是34 這樣問說 L最短多少能夠滿足這個條件 我們看 F的話 等於Rosa等於兩端開口的話 是滿足 2L分之Rosa MV 好 然後這個 這是Fm 然後Fm 一端開口滿足的話 4L分之2M -1V 好 那現在 他說 這個是840 840 840 那這個呢 是等於210 那我們要找到那個什麼呢 找到那個M 要滿足這個方程式 好 那這樣子的話 V V是3 4 所以我都知道 L是等於多少 L是等於1680 1680 L 1680 分之N 分之N 乘以V 乘以V V是344 1680分之N 乘以344 這L 這L呢 L是等於多少 是 或者是 不要把它給成進來 等一下好像的規則 2乘以840 他知道 這是4 乘以210 分之多少 分之2M-1 2M-1 乘以多少 乘以那個344 而且要求到那個L的最小值 好 首先我們看 這個 這個 這個剛好也是840 840 所以這個可以形成多少 2分之N的多少 840分之344 那這多少 這個是 2M-1 乘以多少 840分之344 那這兩個都一樣 所以這兩個要一樣 我們要求這個整數解 求NM的整數解 移過來 移過來 就是 N等於多少 4M-2 4M-2 所以求它的整數解 就是 4M-N等於2 求整數解 求整數解 我們一看 這個 M最小是1 那N最小是2 這樣就滿足了 好 那我N給它帶2 或是M給它帶1 都可以 所以L最小值是多少 L最小值 就N給它帶2 840分之 戴2的話也掉 344 那這樣大概多少 把它除一下 344除以840 大概0.41公尺 大概0.41公尺 差不多了 0.40多 這個一定比5大 又降到 6啊 3 3 5 4 6 7 以後